记者曾德荣台北报道 妥宗康主持YahooTV亲子节目 爸妈有事骂下月5日开播 每周一下午1点首播 他手上另一长售节目 未来来自星星的事 则是反差颇大的另一节目 棚内常遇到科学无法解释的现象 反而被工作人员发现他私下超暖一面 据节目工作人员透露 有时录影到一半 不仅道具就在莫名其妙的状态下 为疑惑掉落来冰当场下道 此时妥宗康会镇定的安抚大家 等镜头切换后 在自己默默走过去恢复原状 工作人员举例 妥宗康本身体质比较敏感 节目常透过甘家鉴定灵异照片真位 或有好兄弟接近 如果妥宗康出现特殊反应 像是打嗝 工作人员就心里有底 他主持灵异节目常收到海外观众投稿 把照片贴在微博当素材 不过妥宗康本身不敢看 除了信仰外 他也担心在家里看这些照片 会在五行中招引好兄弟 影响到老婆跟小孩 因为考量节目属性 妥宗康在录影现场也尽量避免提到家人 工作人员形容他很保护家庭 不过如果偶尔闲聊 他一讲到儿子就父爱满意 完全变成傻爸爸 婚后转性的他 把工作人员都当家人照顾 像现在适逢春节迁戏 他除了发放红包给所有工作人员 连工读生都没有遗漏 尾牙 庆功更是不用讲 此外 工作人员出错时 妥宗康从来不会当场发飙 会先帮忙化解尴尬 等到录影结束后 在私下找工作人员讨论 大家都夸他颇有综艺大哥风范 比较给人家台阶跟面子 满体工作人员的妥宗康超腾儿 很保护家庭妥宗康提供